監視器拍下 國民黨籍市議員方一鋒 看到巷行就開來 人就上車 不到五分鐘就下車 傳出跟台南議長選舉有關 遭人恐嚇 還開出兩個條件 讓他嚇得連夜 住進台南市議會 台南市議長之爭 越演越烈 驚傳恐嚇 這一回民進黨提名邱莉莉 綠營出身的郭新良 以無黨籍爭取連任 被請上車的 卻是國民黨籍市議員 明白告知 不要把票投給郭新良 二十二號有人到服務處 以副議長的名義 約市議員談事情 但車上的人 卻是台南區余會 理事長林仕傑 給了兩個選項 不出席或是投給自己 其他議員也接到莫名電話 嚇得其他十七名市議員 都向警局申請隨乎保護 擔心有生命危險 在這邊啊 我們會輪班 雙機雙機 我驚到要死 議員人身安全部份已派遣 幹練援警 擔服隨乎安危 為了人身安全 不少議員住進議會休息室 直到二十五號議長選舉結束 但一場選舉紛爭不斷 弄得人心惶惶 前所未見 記得來觀章 台南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